就是说嘛,你到英国就肯定会想 我好想念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一天能喝两 我今天来到了一家在英国的台湾餐厅 我这一份份量好大呀 英国这样一顿,台湾餐要多少钱 中国一碗的价格,这边可以吃十二十三碗 我推荐你这点北部最强鱼肉饭 是不是馋死了 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好怀念好怀念 鱼肉饭还是不用搅拌,因为它的乳汁已经 来台湾的话,我一定要带你来吃 生活很好 哈喽,朋友们 自从我频道常课瓜瓜乐女王 在台湾读完大学四年后,选择去英国读研究生了 很多朋友很关心她的情况 很多私信留言问我,她现在在英国生活怎么样 还习惯吗,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大家放心,她好着呢 虽然我们因为有时差关系 但是我们每天还是偶尔会聊几句的 她说她现在特别想念在高雄读书的日子 英国虽然生活还蛮新奇的 但是因为物价挺高的,而且西餐也吃不习惯 偶尔自己做饭的还能勉强填饱肚子 她太怀念台湾了 今天找了一间台湾料理店在英国的 然后打算跟我远程直播一起吃一下台湾卤肉饭 她想让我看看那碗卤肉饭正不正宗 因为在英国居然要卖 too expensive 在国外吃中餐 在国外吃中餐 在国外吃 在国外吃中餐真的是一种奢侈啊 今天来到台湾北部卤肉饭霸主 金大卤肉饭 不愧是瀑布盛名也太多人了 再来 一个大人 再来 然后两个餐厨排座 再来 一出入口请聊通道 哈喽姐妹 我现在已经到我推荐您的这点北部最强鱼肉饭了 两个那样 开开一个那样 来再省私两道口那样360 放口瓜那样给我 来开一个那样 一个豆腐两个饭那样 来一条乳锅有3.5 对 对啊 跟到后面才 你一条乳锅有3.5 3.5 哎 300 再省私那样3.5 三车乳锅上车买那样 那样两个道路 我整到一个那样 菜到了1度325 一道乳锅上车买那样 你已经到那个餐厅了吗 arrive in the UK 瓜瓜的女王带我们绚到英国台湾餐厅 谷歌的女王带我们绚到英国台湾餐厅 呃 米 啊 50% sugar 这一份份量好大呀 我点了这碗30台币 北部最强金大卤肉饭 看这个卤肉饭看着有点油 但是他这个油却让人口水直流 我今天来到了一家在英国的台湾餐厅 我之前和阿贝在台北的时候 我们就经常喜欢去找些接口的台湾小吃吃 我好欢迎我们一起在夜市逛吃逛喝的日子 回家又吃完了 要猜一下在英国这样一顿台湾餐要多少钱 答案是明显了 你弄完卤肉饭就要11.99英镑 折合台幣有472英镑 英国一碗价格这边可以吃12-13碗了 我点了满满的一整桌 一桌只要130台笔的 滷得很透亮 它满满的铺满了这个白饭 还没开动已经闻到那个酱香 能有滷白菜滷豆腐 土瓜蛤蜊排骨汤 超级 滷肉它是晶莹剔透的 看着就很想一口挖一口 它这个肉是肉口即化的 它这个肉汁满满的扒在了每一颗米饭上 这个滷肉饭它是不用搅拌 因为它这个滷汁已经渗透下去了 滑一勺 它这个滷肉真的有幸福吃下去 你那碗味道怎么样 你那碗好像量比我这个大 它这个吃起来就是满满胶质的感觉 慢慢化开 吃起来到尾韵还有点焦香 终于知道为什么 这家这间滷肉饭在很多人心中排第一 生意也太好了吧 做无虚席 但饭做率还挺高的 Back to the UK part 还有加点了一份严肃鸡 7.79英镑 我记得我最爱的就是地瓜球 然后严肃鸡 然后才是滷肉饭 因为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地瓜球的嚼劲 不管是那种什么干美味然后原味 我都超爱吃 我记得那个时候地瓜球 大概就几十台币一份 然后每次都买最大份 然后一口就把它炫完 但是我现在来到这家店 然后发现地瓜球在英国 也居然也是我高攀不起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拿那种带着装 然后在路边边走边什么就有感觉 但是其实这样子也是普通体验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没觉得 严肃鸡和地瓜球有多珍贵 但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好怀念好怀念 好几个朋友已经连续来这家店好几次了 但是我还有别的餐点 让阿贝吃给你看 这碗是55台币 苦瓜 很清爽 你们看这个排骨啊 它给的有够大块的 而且这样有三块 里面别看它是白白的 但是 是 它豆腐是软软绵绵画在口中 是不是馋死了 它每一口都乳得很够味 把这个白菜已经卤得很透了 很透亮了 还有加这个鱼皮感觉就很鲜 虽然这个卤肉饭小小的 但是你可以配各种小菜 我觉得很划算 它不会很油 它里面还有蛤蜊 它这个乳酪饭就是一口一口 根本提名下来 越吃越够味 我以前有点杜绝很肥的乳酪饭 但这个为什么吃起来 完全不会油 这间不愧是 扑负正名的 北部三串霸竹乳酪饭 我觉得我还会为了它带来的 就是一段时间不是还会想念的 下次来台湾的话 我一定要带你来吃 就是说嘛 你到中国肯定会想念高雄的日子 现在是不是感觉这边的美食特别便宜 特别好吃 我点了一杯四季春的奶茶 我好想念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一天能喝两杯奶茶 我们一条街 然后就全是各种各种各种奶茶店 然后就经常是什么什么波巴奶茶 然后四季双红茶就轮着点 但是这里然后我就没有那么长喝奶茶 我大概就一周只喝两杯左右 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去超市买那种料 然后买珍珠 然后就自己煮 就整个学会了自力更生 设定了你的做菜能力 我感觉你发给我那种图片 你的厨艺越来越好 一口饭一口排骨 在英国吃中餐真的是一种奢侈 我觉得多学一门技术 你能在英国发家直播了 我觉得有些卤肉饭上面 就要加一颗半熟蛋 这边好像它比较流行 加这个豆腐和卤蛋 但是我记得没有点卤蛋 因为我早上已经吃了一颗蛋了 这么清甜的感觉 虽然它开的三处还蛮远 但是很多人就是愿意 长途拔是为它来买蛋 你觉得每一颗米我都不想放过 你不搅拌它到底下 它每一粒米都是有那种酱汁 活在里面 吃到有点干了就配一口糖 而且卤肉饭不喜欢肥肉的人 竟然想刮干净 那我吃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你吃饱了吗 我感觉之后下来就很满足 各种都有 营养丰富 学一门卤肉饭技术 我说不定到时候我来你在英国开的台湾料理餐厅吃一顿 拜拜 吃好要去上课了吗 还是休息完了吗 拜拜 现在已经是快两点了 我们吃完了 还是这么多人排队 超夸张的 拜拜 下次你来台北找我 我带你来这间店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